来关心山坨台风移动的速度非常的慢 不过北台湾的民众起床之后应该还是有感觉到 外头的风势是明显有增强了 而至于上次在阳明山这边情况又是如何 雷线给记者林何荣告诉大家 何荣 好 主播 各位观众 记者目前所在位置就在阳明山的文化大学内 虽然北台湾很多民众可能觉得今天的风雨还不明显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背后的画面相当惊人 整棵树是已经被连根吹起 这个根完全是被风给吹断 根据了解这棵树呢 就是在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期间 被这阳明山的七级阵风直接连根吹起 而是教官早上巡逻校园的时候才发现 他也觉得很惊讶 感觉好像阳明山平常风就已经很大 怎么会被吹断呢 就可见这一次山土的风明显还是比平常要来的强劲 虽然文化大学生呢 他们一副都是好像已经习惯的样子 不过他们也能感受到 这一次的风真的有比平常强 让我们来听一段稍早访问 平常大概是可以把40公斤的人吹走 台风来大概是可以把60公斤的人吹走 这种程度 你们等一下不是有要回宿舍还是会下山之类的 我们刚刚从山下上来 对 我们刚刚去夜唱 那等一下有要规划要做什么吗 毕竟今天停班停车 没有 我们要睡一整天 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这棵树 是被吹断之外呢 其实它周围很多枯枝啊树枝 它们也时不时都在掉落 只要风一阵吹来 你就可以听到那个树枝 咔啦咔啦 啪啦啪啦啪啦这样掉下来的声音 所以其实走在校园也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像我们刚刚遇到一些教授啊老师 他们都说 其实校园内有很多树木都是五六十年以上 所以这一次遇到台风 而且越晚风雨越强 他们就提醒学生最好没事还是不要出门 免得走在学校呢 一不小心就风一来就被树枝给砸到 酿成危险 以上是现场最新将时间交还 棚内主播